2007年8月9日 法国巴黎银行宣布 将冻结下属三支次贷投资基金 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次年9月15日 雷曼兄弟的破产 则使得这场危机 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 无疑是一场是无数人的生活 分崩离析的灾难 但是对于空头来说 这样的灾难 却是一个能够完成历史性交易的时刻 往前属 1929年大萧条时期 被称为股票大作手的杰西·利弗莫尔 通过做空整个美国股市 攫取了超1亿美元 在无数人失业破产之时 利弗莫尔成为了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 往后属 20世纪90年代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直接下场做空英镑泰铸 引爆亚洲金融危机 使诸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 直接倒退了20年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 公开斥责索罗斯 称其如江洋大道 窃取了马来西亚人民的财富 但对于索罗斯来说 这场做空交易的成功 甚至使索罗斯交易 从此成为了金融界代表性交易的代名词 无数在华尔街 盈盈盈盈盈的银行家和交易员们 都梦想着 能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索罗斯交易 次贷危机 成为了他们眼中最好的机会 而年过50的约翰·保尔森 业绩普通 人业平凡 只是成千上万基金经历中的无名之辈 在当时的华尔街 提起保尔森这个名字 人们只会想到 曾是高盛董事长 并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亨利·保尔森 但次贷危机时 名不见经传的约翰·保尔森 建立了对冲基金 大肆卖空房地产 创下了一日盈利12.5亿美元的记录 按当前汇率粗略计算 这一速度 约等于3605.77爽 2007年一整年 保尔森基金盈利超过150亿美元 保尔森本人 获得了近40亿美元的个人收入 盈利规模前所未有 自此 约翰·保尔森 被称为赚钱之神 扬名天下 连做空前辈索罗斯 都主动邀他共进午餐 向他请教投资心得 而亨利·保尔森 在他的光环笼罩下 也自嘲自己 是另一个保尔森 为什么这个默默无闻的投资者 能够遇见这场世界各大银行 最顶尖的分析师 都没有遇见到的金融海啸 发现海啸即将到来后 他又是如何操作 成为从中获利最多的投资者的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 第五期上集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把赌注压在世界崩溃一边的 大空头的故事 1955年12月 保尔森出生在纽约皇后区 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保尔森的外祖父亚瑟·伯克兰 曾是一名银行高管 住在曼哈顿上西区 全家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大萧条期间 伯克兰骤然失业 家境一落千丈 不得不举家搬迁 好在保尔森的父母 自身都颇具能力 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 听着外祖父故事长大的保尔森 既对金融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又对经济的崩盘 怀有天然的警惕心 作为一个聪明的孩子 保尔森一直成绩优异 八年级时 就开始学习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课程 在纽约大学上学期间 他只用了19个月 就修完了毕业所需要的全部学分 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 随后 保尔森进入哈佛商学院深造 被同学评价为 全班最聪明的学生 还获得了JP的昵称 这既是约翰·保尔森的名字缩写 也暗合了传奇银行家JP·摩根的名字 保尔森的朋友们对他信心满满 认为保尔森也将像JP·摩根一样 成为华尔街的领军者 顺风顺水的青少年时期 使保尔森养成了自信和乐观的性格 他深信自己将来必会成就一番大事 当然 在金融界 所谓成就一番大事 就约等于赚一笔大钱 然而事与愿违 从哈佛毕业后 他很快发现 咨询公司的工作属于金融战场的后方 和他向往的前线作战不相符 于是 1984年 29岁的保尔森 加入了大型投行贝尔斯登 负责并购套利业务 80年代时 并购套利业务正是兴盛时期 冲进十足的保尔森 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 直级节节攀升 不过4年就达到了MD级别 只比合伙人第一级 超过了他哈佛商学院的同学们 若是保尔森继续勤勤恳恳地工作 或许不过几年 就能晋升为贝尔斯登的合伙人 但渐渐地 保尔森认为 这条脚踏实地的路径 没有出头之日 毕竟大型投行都有了数十年的历史 合伙人数量余日俱增 已经数以百计 牌子论倍的现象很是严重 保尔森觉得 自己每天辛辛苦苦加班到深夜 只不过是让那些合伙人们坐享其成 在一次由保尔森牵线负责的并购交易中 贝尔斯登和格鲁斯投资公司联手 以6.79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保险公司 盈利3600万美元 这3600万美元 却先到了贝尔斯登 几百个合伙人的手里轮了一圈 分到保尔森时 只剩一点赢头小利 反观此次联手的格鲁斯投资公司 因为刚刚起步 合伙人只有5人 同样的3600万 只有5个人来分 收益自然不菲 于是1988年 保尔森果断地从贝尔斯登辞职 加入了格鲁斯投资公司 继续负责并购套利业务 刚进入格鲁斯 保尔森就被破格提拔成了公司合伙人 成为了他曾经鄙视的 作响其成之人中的一员 保尔森对这种身份的转变 适应得很快 他开始用格鲁斯股份的利润 四处投资 啤酒厂、夜总会、敌厅、房地产 什么都会涉猎一些 20世纪90年代初 在美国赢得冷战 和日本经济崩盘的双重因素下 美国GDP快速增长 标准普尔500指数 比如说 保尔森给啤酒厂投资的2.5万美元 最终获利了上百万美元 个人财富的骤然膨胀 让曾经愁愁满志的保尔森迷失了 他开始享受交际 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 经常在自己位于曼哈顿的 LOFT公寓中召开派对 跟演员、模特 还有小约翰·肯尼迪等名人 花天酒地 不在家时 保尔森就留恋于最好的酒店和俱乐部 甚至还曾因为酒驾被捕 最后花了点钱 把罪状减轻 改成了在身体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驾车 才被放出来 这样纸醉金鸣的生活 保尔森过了4年 1994年时 已经39岁的保尔森 仿佛犯然醒悟了一般 重新想起了自己要成就一番大事的梦想 于是 他创办了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 并依然以并购套利业务为主业 决心在华尔街闯出一番名头来 保尔森设定了100万美元的最低投资额度 然后给所有认识的人发了邮件进行募资 可是 曾经日日在一起饮酒作乐的银行家朋友们 提起投资的事情 立马恢复了清醒 要么装模作样的说要开会避而不见 要么直接了当地拒绝 然后连电话都不再接 500多封邮件全都石沉大海 即使保尔森放弃了最低投资额度 依旧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 保尔森只能用自己的200万美元 把基金办了起来 成立了满一年 保尔森对冲基金 才迎来了第一个他自己以外的投资人 投资额度也只有50万美元 90年代中期 由诺奖天才和前美联储高官 创办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才是华尔街对冲基金市场 最闪亮的明星 而规模只有250万美元的保尔森基金 就是一粒小小的尘埃 泯然众人 连曾经吹捧着保尔森的哈佛同学们 成就也都超过了他 保尔森感觉自己 正离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远 他一向强大的自信心也产生了动摇 甚至问他的父亲 我是不是真的入错行了 但亲人的认可 总是能给人莫大的力量 曾经自己打拼出一番事业的保尔森父亲 用丘吉尔最著名的演讲 永不放弃 激励了保尔森 保尔森从此变得更加沉稳内敛 永不放弃 也被他视为人生座右铭 这使他能够在后来卖空房地产市场时 扛住亏损压力 成为获利最疯的那个人 然而 此时的保尔森 还在兢兢业业地管理着仅用的250万美元 在格鲁斯公司的日子 曾让保尔森迷失 但他同样从创始人约瑟夫·格鲁斯身上 收获了一条宝贵的投资哲学 管好下跌 上涨自变 这句话和永不放弃一起 成为了保尔森始终坚持的投资原则 保尔森秉持了这两条原则 对一些竞争对手不懈的小型并购交易 也认真对待 使基金一直保持着盈利的水平 与此同时 因为基金规模较小 也使得保尔森能够腾出手来 继续其他领域的投资 比如房地产市场 一次 保尔森看中了南安普顿一座极带出售的房子 与房主人商定了42.5万美元的价格 然而 就在成交前夕 因为房主人欠下一大笔按揭贷款 房屋产权被通用金融公司收走 并进行拍卖 最后 保尔森只花了23.5万美元 就拍下了这栋房子 这件事 给保尔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成为他日后认定房价虚高的原因之一 慢慢地 保持着稳定盈利的保尔森基金 吸引到了一些投资人的目光 1996年年末 扩大到了1600万美元 1997年年末 更是摸到了1亿美元的门槛 可惜世界风云变换 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 引发了一串连带反应 曾经的华尔街超新星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破产 造成了市场动乱 也给对冲基金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投资人们纷纷从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中撤资 转投低风险投资组合的怀抱 保尔森基金也被波及 1998年年末 资产只剩5000万美元 同比近乎腰斩 保尔森忍不住对手下的分析师 宣泄情绪 称自己哈佛时期的室友 通过卖空股票 获得了上百万的年薪 而我们却在这里等死 一筹莫展之际 保尔森决定向室友学习 尝试做空 90年代后期 互联网市场迎来繁荣 股票暴涨 被称为科技股风向标的 纳斯达克指数 从1998年10月8日的1419点 一路上涨 直到2000年3月10日 占上5049点 涨幅高达256% 同期的标准扑入500指数 只上涨了45% 那几年 做多互联网股票的投资者们 全都日进抖金 但一片繁华促进中 保尔森却找到了 另一条生财之道 他从自己擅长的 并购交易领域入手分析 发现互联网概念的火热 使行业并购案四起 但很多公司的股价过于虚高 没有实际业绩支撑 最终应该难以成交 因此 保尔森开始针对那些 收到收购邀约 但股价虚高的互联网公司 进行卖空 2000年3月 纳斯达克指数 触顶后骤然下跌 科技泡沫破灭 从3月10日的最高点 到2002年10月 纳斯达克指数 跌了近78% 亏损 退市 甚至破产的公司 数不胜数 许多曾经抱团 吹出了互联网泡沫的 共同基金 价值基金腰斩 在共同基金的 股票债券组合中 套牢的投资人们 转过头却发现 一度被冷落的 对冲基金们 因为多样化的交易策略 整体损失只有1% 其中 保尔森基金 更是因为提前布局卖空 在2001年和2002年 保持了5%的收益率 从这场股灾中脱颖而出 于是 资金迅速向对冲基金涌入 保尔森基金 也受到了众多青睐 卖空互联网的胜利 让保尔森信心倍增 他城市雇佣了一名 外部营销专家 彼得·纳维罗 对自己的基金进行宣传 在纳维罗的帮助下 保尔森发掘出了 自己的非凡才能 用容易理解的简单语言 把复杂的交易策略解释出来 曾有位潜在投资人 到公司与保尔森进行会谈时 因为办公室简陋的装潢 心生退役 但在和保尔森聊了一分钟后 马上就被他讲述的交易策略 深深吸引住了 决定大笔投资 2003年年末 保尔森基金资产扩大到15亿美元 到2004年时 又翻了个翻 成了30亿美元 但保尔森并没有就此心满意足 他觉得 自己能够完成更伟大的事业 他问手下的分析师 下一个能做空的泡沫在哪里 互联网泡沫破灭 带来的另一个深远影响 是利率的大幅下调 为了帮助经济快速复苏 21世纪初 美联储开始采取宽松政策 从2001年1月3日 到2003年6月25日 美联储一路降息 利率从6.5%下调至1% 在如此低的利率下 曾因为大萧条 而对借贷留下的深刻阴影 逐渐消退 人们开始大肆贷款进行消费 小到汽车 学生贷款 大到信用卡 房贷 初借商 争相推出一系列激进性质的贷款 用各种眼花缭乱的电视广告 告诉消费者 贷款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敌人 其中 房贷无疑是最火热的 也由此推动了一系列 以房贷为原材料的 金融衍生品的诞生 比如资产担保债券 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等等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担保债务凭证 简单解释一下 这些复杂多样的金融衍生品 各个金融机构手中 都握有许多按揭房贷 这些按揭房贷 能够产生持续的现金流 但它们本身的流动性较差 难以放到市场上去交易 所以 金融机构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这些房产抵押贷款给证券化了 得到了MBS 住房抵押贷款债券 这就使得 购买了MBS的投资商 拥有了对房产抵押按揭贷款 从而扩大融资并获取盈利 然后 金融机构就可以用赚到的钱 为消费者和房产公司 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 接着 将这些抵押贷款再次证券化 出售更多的MBS 如此周而复始不断累加 最后 为了获得更多盈利 创造出收益率更高的金融产品 CDO这个终极武器 被创造了出来 相比MBS 仅覆盖住房按揭贷款 CDO的资金池 覆盖了更多来源广泛的债务 和各种贷款证券 将评级较低的高风险债券混搭 重组又分层 最终形成了 具有复杂资本结构的高评级债券 CDO诞生和风鸣历史 以及CDO到底是什么 它背后有什么风险 在美国商业史第一期 《雷曼兄弟》中 有更加细致的阐述 我就不再展开来讲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去观看 到2005年时 各种金融机构 或者说房贷出借商 已经带出了价值 6,250亿美元的 非优质房产按揭贷款 也就是常说的次级贷款 新世纪金融机构 等提供次贷的公司的增长速度 快得惊人 1995年 以300万美元起家的新世纪 到2005年时 已经成为了全美第二大的 次贷出借机构 当时 如果不到房地产市场中分一杯羹 都会被视为华尔街的异类 但鲍尔森 却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他没有忘记 大萧条曾给他的家族 带来的深刻教训 隐隐窥到了房市背后的疯狂 不过 虽然看到了房市泡沫 鲍尔森此时 也没有想到泡沫即将破裂 他只是担心 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后 会导致部分贷款偿还困难 让负债比极高的借贷公司 经营困难 于是 他只是通过信用违约掉期 卖空了新世纪等次贷出借公司 并没有将目标 直接对准房市 另一位华尔街的异类 走在了鲍尔森前面 麦克尔·贝瑞 自小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且因为先天不足 左眼还安装了一眼 但和电影《语人》的男主角一样 贝瑞自小智商超群 他在公立学校读书时 因为IQ测试结果初期的高 被安排在了高级科学数学班 在这里爱上了数学 上大学时 贝瑞听从父母医院 考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专业 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随后又在2000年180度跨行 从医生成为了一名对冲基金经理 创办了赛恩基金 天赋加运气 贝瑞在基金创立初期就抓住机会 创造一次十倍收益的辉煌交易 当时先驱软件公司陷入商业间谍纠纷 股票大跌至2美元每股 但贝瑞研究后 认为先驱的软件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此大具购入 不过几个月后 先驱摆脱了争议 股价飙升至22美元每股 2003年 房产市场吸引了贝瑞的目光 他开始对房地产业 和相关金融衍生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于华尔街研发出来的MBS和CTO等 复杂的债券投资类型 连贝瑞都觉得难以理解 于是他回归质朴 在互联网上搜索各类房产借贷的条件 然后惊讶地发现 快速审批和零首付这两个词条 在谷歌上的点击次数 是相关关键词中最高的 多种各样的贷款产品 和宽松的借贷政策 使借款人能拿到的贷款 比他们购买房屋的标价还要高 甚至有部分贷款的货批条件 为人们创造一个财富幻象 使他们不惜债台高筑也要购入房产 借贷的宽松条件 又为人们购房的热情提供了支持 促使房价继续上涨 正是这种循环 把房产泡沫越吹越大 贝瑞马上给他的投资者去了一封偿信 警告称 房产危机已经近在眼前 成为了第一个预测出房市将大规模崩塌的人 贝瑞决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 完成一次能被载入史册的交易 或者说一次索罗斯交易 想来想去 贝瑞打算从在此次研究分析中 接触到的CDS入手 所谓的CDS 是一种建立在双方私下谈判交易基础上的 双边契约 通俗一点讲 就是看跌方和看涨方 围绕着某个信用风险设立的一个对赌协议 看跌方认为信用风险会发生 就购入CDS 支付固定费用给看涨方 相当于给信用风险购买保险 而看涨方认为信用风险不会发生 因此向看跌方提供CDS 收取费用获得盈利 若7月期内信用风险真的发生 则看涨方就需要向看跌方支付补偿 更具体的交易流程 和CDS背后风险与期权的置换逻辑 同样在雷曼兄弟一期中有详细阐述 在这里 我就从空头的角度来重点讲一下 以次贷为协议标的的CDS 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当时 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平稳 建立了完善的基础设施 以支持房产市场 低成本借款人 房屋评估师 经纪人和银行家 各方势力 都在努力地维持着这个金钱龙头 而想要做空房市 却没有相应的手段 房价持续上涨30年的趋势 使房价期货市场如一潭死水 没有操作的空间 但贝瑞想出了办法 他要绕过房价 转而将目标 对准以房产为支撑的抵押贷款债券 直接卖空整个次贷市场 他询问一位交易员 是否可以直接以高风险按揭持为标的 购买CDS保护 这位交易员被贝瑞的想法吓了一跳 但本着有钱就要赚的想法 他提出 银行可以专门为贝瑞开发出这样的CDS合同 但因为其特殊性是不能转卖的 换句话说 这样的CDS就成为了纯粹的保险 而失去了商品属性 这不是贝瑞想要的 如果金融市场震荡 银行遭殃 失去赔付能力 那么自己手中的CDS价格涨得再高 却无法转卖 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贝瑞又致电给了另一名交易员 德意志银行的安吉拉章 再次提出了该想法 规范了起来 形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交易池 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 贝瑞心想 华尔街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研发新的债券形式来圈钱 自己已经提供了方向 他们怎么会放弃这个赚钱新渠道呢 果不其然 德意志银行的交易员 格雷格里普曼 实现了贝瑞的想法 2005年年初 德意志银行的按揭证券交易业务 相比同行交为滞后 但当德意志银行 想要大力发展这项业务时 却发现市面上 已经没有足够的按揭贷款可供周转了 钱总是赚不够的 全世界仍然有数以千计的投资者 想购入高风险贷款支持的MBS和CDO 以享受他们的高利率 但次贷市场 却已经没有足够的供给了 于是 负责证券化债券业务的李普曼 想出了一个主意 模拟现在的按揭贷款 创造一种新投资 2005年2月 李普曼从贝尔斯登 高盛等几家大型投行 请来了诸多交易员和律师 共同商讨信心投资的开发事宜 这项讨论前前后后持续了几个月 不断有新的银行要求加入 6月 这场讨论有了结果 一种标准化的 容易买卖的 为次贷证券提供保护的CDS合约 被创造出来 这种CDS 以真实的抵押贷款为支撑 所以也会随着抵押贷款的涨跌 产生价格浮动 并且可以像其他债券一样转手 简单来说 这种CDS就像CDO的相反面 二者呈付相关关系 CDO是将多个层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而CDS就是为多个层级的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 当借款人 即房主如期偿还贷款时 CDO盈利 当借贷人出现违约情况 无法偿还房贷时 CDS盈利 李普曼的创造 使得像贝瑞一样 对房地产市场持悲观态度的人 拥有了卖空市场的手段 而如房地美、房利美等 看好房地产市场的机构 则视其为多赚一笔保费的机会 毕竟自家的金融工程师们 已经通过多种复杂模型计算过 住房市场崩溃的概率小之又小 这些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诺奖天才们 曾用自己的惨败做出警示 金融市场最不缺的 就是概率的陷阱 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去观看美国商业简史第四期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 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创造后 在一后面 填上更多的零 就变成了一件简单 且顺理成章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个月 华尔街又创造了更多类似的合约 来为商品房和抵押债务凭证进行保护 甚至为ABX指数 也创造一种CDS保险合约 ABX指数 即为次贷衍生债券综合指数 相当于次级房贷市场的风向标 当次贷证券资产的风险升高时 ABX指数就会下跌 这些银行家 此时还不知道 他们视为又一个金矿的新产品 给空头们提供了绝佳手段 将加速次贷危机爆发的进程 李普曼的工作完成后 他的同事安吉拉璋便告诉贝瑞 他们已经创造出了对次贷进行保护的CDS 可以向贝瑞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该产品 卖家是一家欧洲退休基金 因为看涨房市 所以其很乐意出售保险以充盈收益 尽管这批CDS保护的证券评级仅为BBB 只比垃圾债券高出一级而已 但在这家退休基金看来 这已经充分安全了 要知道 所谓的退休基金 是政府、企业、工会等组织 以支付员工退休金为目的 所组建的基金 本应是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基金 连这样的基金都认为房市绝不可能崩塌 从而愿意为次级贷款提供CDS 这令贝瑞感叹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已经膨胀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当它破灭时 整个系统都会被拖着下地狱 于是 他迫不及待了买下这6份CDS 并开始寻找更多持有高风险抵押贷款的基金 希望从这些基金手中购买更多的CDS 当贝瑞想要继续扩大交易规模开创一家新的基金 专门进行CDS交易时 他的投资人们开始极力反对 他们觉得这个半路出家的基金经理简直不知所谓 不过做了几笔成功的交易 竟然开始大言不惭地质疑全华尔街的投行了 有投资人直接给贝瑞展示一套复杂模型的运行结果 称任何住房相关的损失都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并问贝瑞又是使用的什么模型 贝瑞无言以对 这位患有阿斯伯格症的天才 向别人解释清楚 贝瑞没能说服投资人 梦想中的新基金自然没能开起来 到2006年年初 贝瑞将手中有权处理的所有资金 都拿去买了CDS 但总投寸也只有11亿美元 跟他理想中的金额相差甚远 他觉得自己正和想要完成一笔 史上最伟大的交易的梦想 渐行渐远 但贝瑞没能成功实现的梦想 鲍尔森却完成了 说到这儿 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 请大家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